为什么今天他们收起我工作的时候 你会说 当然我会很享受我的工作 因为我就一直觉得你 出发点就是因为热爱 对 包括你每次谈到 你职业的时候你都很开心 是的 你平时联系多的人都是你的同事 或者是之前的队友什么 你跟他们联系很紧密 感受得到你的快乐 因为我是工作中的同事 和我生活中接触的朋友 其实不是一个圈子 就是你的同事跟朋友是分开的 分得比较开 你今天吃饭的时候 为什么说我是迷养男人 不迷 我一眼看穿了 那就行 那就行 因为是好是不好 好 你希望被看穿 我希望被你看穿 他不是高兴的你看 有一个人可以看穿我那所谓的木桩 然后可以陪在我最柔软的那一面 我感觉挺好的 这就是不太土味的情话 你知道为什么第一天小小屋找你吗 为什么 我说因为你也喜欢运动对吧 这个是表面的原因 还有就是我们前面在聊什么 勾火 勾火 对 我说的那个爱情观 我觉得在爱情里面勇敢很重要 现在很多人说爱情一开始的人都合适 其实时间久了才知道不合适 但是你只有勇敢了以后你才知道到底真正合适还是不合适 你感觉自己看法是我觉得还挺相似的 对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 是什么 就是我感觉你不太会冷场 跟你聊 你考虑得到挺细致 对 这三个原因